一名身穿深色上衣的男子 將車停在快速道路的外側路間 他下車走路間往彎到處靠近 快速道路上的車子不少速度也快 男子左顧右盼等到一輛車子 開過去的空檔 衝到馬路中間 接著彎下腰來 伸手捡起一隻倒在快車道上的旅梯 然後拖到路間放好 陳先生冒生命危險 移開快速道路上的旅梯 還將行車記錄器PO上網 說我知道很危險 但彎道更危險 我不排除別人更危險 陳青是為了交通安全 才冒險在快速道路上下車 横跨馬路撿旅梯 有民眾認為他的行為相當勇敢 也很友善 但也有人認為在快速道路上 走路撿梯子是限自身於險境中 更容易讓後方車輛反應不及 很可能會造成連環車禍 警方統計快速道路最常見的掉落物 分別是輪胎皮最多 再來是汽車的基建 像是蟬弄灼火插銷 這種被檢舉最高可開發一萬八千元 而且被車子高速黏過 還會有彈跳撞擊的危險 因此警方不鼓勵民眾自告奮勇 在快速道路上撿掉落物 一律建議不要停車 打電話通報請警方處理 華視新聞 熊賴楊宗影 謝忠義將話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